跟大家說一說中國的明星怎樣可以滿稅逃稅 文章來源有一個叫做楊散賢的作者 她說鄭爽的逃稅操作讓我這個業內人士 嘆為觀止 她是一個稅務司律師從事國際稅工作 十餘年的一個會計師稅務司 她說鄭爽因為被上海市稅務局的第一契賢局查明 她在2019至2020年的時候 應該拍一部電影利用所謂的陰陽合同 現在逃稅被中國罰了2.99億 將近3億人民幣 這個計算范冰冰陰陽合同兩年之後 另外一個爆出的陰陽合同避稅的新聞 跟上一次范冰冰案件來計算 現在似乎這個就更加高明很多了 現在因為這樣 導致有大量的明星在趕緊 關閉一些洞 補稅 有些大量明星主動補稅 現在大家都聽話了 先看看她的手段是怎樣做 從目前報光的訊息來看 鄭爽參加演了一部電視劇 由於演員的限薪令規定不可以超過某個薪水 原因是1.6億的片酬分成兩部份 一方面就是6800萬的陽合同片酬 這是建德綱的 另一方面就是1.12億的陰合同 哇陰合同多過陽合同很多倍 就是用一對鄭爽母親新設立的代詞公司 進行高價刑價的侵股辦法 在2019年3月19日成立的 鄭爽媽媽一家公司 叫做上海靜艷沙科技有行公司 註冊資本是8千萬 接著很快 2019年6月16日 浙江某個公司對上述公司增值1.12億 只佔了這間公司的10%的股權 到2021年3月3日 源投資團隊退出成功 變成了將變演離場 他就放棄了10%的股權 於是就搞定了 使得我這個專人士看來 亦是歎為觀止 下面從技術層面分析一下避稅的操作 第一 通過他人代詞避免關聯方的交易 由於公司名義股東是沒有關係的其他人 所以之後進行增值和最後接盤 即是一個劇本的投資方製作人或者其他利益關係人 是無法將和這個關聯起上來的 和鄭爽有所關係的 源頭投資團隊與公司成立到離場只有一年時間 由於應繳制的關係成立這個公司 雖然註冊資本是八千萬 但實際出資額可能是非常之低 然後通過由他人代額增值 然後只佔極少數股份的手段 大量資金進入了保存收益 最後賣出所持的股份 將流傳的收益按照持股比例 繳交交易對價 大壓套現就離場了 這個就叫股權洗醋 衝糧 由於超額增值只影響企業公職科目 未影響企業收資本 同時持百分之十的小股東 亦未進行股權變根 所以這次的增值行為 在企業工商管理登記入面是沒有紀錄的 但是這個全套操作 就符合了相關法律規定 真是做到潤蜜勢無聲 通過這種做法 成功將鄭爽1.12億 本應該是計入奴務收入 變成股權轉讓 個人收入由百分之四十五變成二十 他有一個註意在這裡 就是2019年的過稅 已經將奴務納入了中學收入 適合由三至四五的稅率 有些文章認為公司增值多繳了印花稅 但是奴務女的合同和產權轉移印花稅 都是百分之五 我沒有什麼增加稅收的負擔 和范冰冰上一次用國內稅收 挖地這種簡單粗暴的被稅收法相比 這一次就高明很多了 可以說如果不是有內部人士爆料 只是憑外面的數據 數目局根本不可能將股權變動 和鄭爽的演出奴務聯繫起來 更不要說否定這一次增值的失業 實質認定為奴務收入 這一次就是被公眾質疑稅務局 對大量陰陽合同毫無作為的根本原因 公司法不斷學習西方 以矯製、股份、代詞等陸續合法 稅收方面依靠以票控稅 對股權操控缺乏技術手段 由於股權轉讓相關業務 以商業變更為依據 不需要任何相關的發票 所以經常有納稅 工商變更 不需要通知稅務局 另一個特別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 第十五條條文規定 個人轉讓股權辦理變更登記的 市場主體登記機關 應當審查股份交易相關人 所得稅的完稅憑證 即是你本來買賣股票 賺了錢應該要付稅 但這個只有很少地方有執行 他就說北京有執行 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沒有 可能廣東省、廣州有執行 大部分可以說是鳳無倫國 這是一個流動 希望中國政府要加緊收回這個洞 其實很奇怪 政府部門辦理一行業務 要求以其他部門出具的 書具為前提條件 是很正常的事 像個人股權變更 這種有命運規定 但全國大規模不執行的情況 尤為少見 再衍生一下洗錢 假設鄭爽母親不是急著要離場 傳統一些做法 可能是開個餐館、火鍋店之類 這種用流水現金 直接進入個人的賬戶生意 高額、裝修費加經營不善幾年 把這一億從公司帳面全部虧了 再股權轉讓就沒有資本公益的盈利 自然連百分之二十的股權轉讓都可以 不用納稅 神魔的做法 可能就是投資一些房地產之類的項目 自己虧一大批賣了它 之後對家轉售賺了很多倍的新物 相信大家都已經聽到很多了 娛樂兄這種逃稅的醜聞 只是中國的稅收現象的表象 只是因為名聲名氣大 金額高而被受關注 而不是其他行業就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大量中小型製造企業的老闆私人帳戶 每年幾千萬上億的交易來往 直接逃稅可能比演藝圈更厲害 不止認為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逃稅的非罪化的後果 就是說你逃了稅 只要你矯清罰款 就不當你是犯刑事罪行 這裏說出來就是200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案第七 第201條對逃稅做最終增加了一個 這個叫做有第一款行為 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書 補繳應納稅款繳納制納費 已受行政處分的 不於追究刑事責任 即是行政上要補回所有稅和罰款 你就可以脫身了 但是五年之內 因為逃避繳稅受過刑事法 或者是被稅務機關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例外 即是一次就沒事 兩次就可能就變成刑事罪行 有這個規定變成免罪法 這免罪法就使得很多人可以試 不於追究刑事責任 就是沒有觸犯刑法 而不認為是刑事犯罪 整個刑法只有兩處不以追究的責任 除了這一個之外 另一個就是 就是在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界以外 對刑事犯的法 而這個法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有關 一樣就適用了 但是要按本法規定最高刑法為三年以下的有期導刑 可以不於追究 即是說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事法裡 說你不准做 你走到外國做了 做了之後 走回到中國 照計算是可以追究的 這件事和普通法不同 中國的法例不是關於在哪裏受理的問題 譬如香港的殺了女朋友 因為香港用普通法 所以不可以對他罪行恐懼謀殺 但是如果他不是在香港公民 而是大陸公民的話 大陸可以告他謀殺 雖然他在另一個地方犯這個法 但是如果你在外面犯過法 在這個刑法上是三年以下的徒刑 就可以不追究 這兩個地方是非罪 另外就是 這個刑罰的儲罰也都比較輕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舉例就是有一次 就是那些稀有衰的問題 那裏成千上萬 最高刑罰聲是十年 認為是比較輕 至於一些人舉報 好像現在這個例子 要靠內部人士舉報 要鼓勵舉報 通常會用獎金辦法 他認為在中國的獎金比較少 他就說如果收繳入庫的稅款 是一億以上 獎金十萬 五千萬到一億 就只有六萬元獎金 由一千萬到五千萬 就四萬獎金 由五百萬到一千萬 就兩萬獎金 一百萬到五百萬 就是一萬獎金 一百萬以下 就只有五千元獎金 相對來說是少的 他就說這裏的比例 就是1%至0.1% 相對很少 而在其他地方 以美國為例 他們的獎勵 就是高達30 如果是罰你一億 就送給洩漏人 三千三百多萬 所以是一個非常大的獎勵 這個吹哨人的制度 為舉報人 帶來大量的現金 以及巨大的榮譽 可以使到一些企業裏面 對危害社會行為的舉報 視為對社會做出的重大貢獻 這個為何要這麼重要 因為稅收是財富第二分配的方法 因為有些人可以賺很多錢 有些人賺很多錢 他們需要多些稅 多些稅只是比例上多些 因此對人們可以說 拿這些錢走 但是拿來做甚麼呢 當然是用回國家上 給其他人用 所以這是財富再分配 使得社會更加公平 所以這個違背現象就不好了 所以他提出 這個是太便宜了 不夠 希望可以加多些 另外有些洗錢辦法 他順便說 洗錢辦法 涂稅這些 是嚴重影響了二次分配 尤其是黑社會洗錢之類 所以這應該是著重的 好多謝這位稅務專家 讓我們看到 原來在稅務上 有頗多的漏洞 既然被人指出來了 相信不久將來 這個漏洞就會堵塞 其實大家做事都是最好的 都是依法行事 是最好的辦法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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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乎